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来每天跟着Peter一起赚 带大家看一下我们YouTube拍出来的内容 怎么样可以赚大钱 朋友说Peter最近拍了YouTube好像没什么意思 都告诉我们市场上发生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怎么看我的YouTube可以赚钱 不是我不让你赚 是你没有认真看 马上就开始吧 首先请大家推了 大家推的重要的 我们刚刚推了跟大家分享的几个东西 带YouTube带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我说3月13 3月30号百倍NFTALPHA56 这边我们讲了讲什么 讲Wizard 0.86 0.286 0.289 我们讲说百倍NFTALPHACODE Wizard有没有可能变下一个哥布林 结果今天找到三个EV 这个没有100倍了 就10倍而已 第二个 5月26号免费NFT 对不对 第六我们讲 无聊猴治本社区当时0.2 今天1.3 那当时0.2出来之后 稍微盘了一下 那也稍微回到0.1以下 稍微 人家今天坐上来了 人家今天坐到1.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人家就是有办法 你说Peter你这些项目去哪来找的 我就有办法找到 再来跟大家讲什么 发售前4月23 他就跟大家讲的TigerBob 我跟他讲TigerBob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不错项目 因为他后面本身是 Moonbirds 后面Community 在support他们 你看我当初最早讲的是多少 4月23号 4月23号 5月份即将爆发了 钻石NFTNo.1 他还没有公布 5月份No.1 4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5月份会发这个 大家注意 结果人家5月份发出来之后 5月29发 在2点几 然后回到1.5左右 就现在往上走了1.29 带大家看看 我说的YouTube都更一件不采用 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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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之间就控制风险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上的价格吧 第一个是 哦 OK Punk 在Google Google也涨上来 Google 3.9 这量蛮多的量涨182% Maybit有趣 Maybit涨到6 Maybit涨了也是120% 然后Borad Borad涨100了 又涨到140% 这是量啊 这边是量啊 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波全部都是蓝筹 直接往上走 当然有意思呢 除蓝筹之外 你看到LavaLab后面之外 你看Google 是不是蓝筹 也是起身蓝筹 Google后面的community还是非常非常强大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看这Wizards Wizards像3.2 那我们看一些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哎 TackerBot TackerBot 2.19 TackerBot它这边增加了 你看8800多 88倍的这个量的暴涨啊 它后面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出了吧 然后还有这个Japanese born app Society也是涨了131% 我看一下Wizards好了 Wizards现在3.2 Wizards这边朋友有讲说 如果你Wizards你买了之后 你去挂 如果你挂一个eath以下 它有可能会不会burn 但实际状况我不太清楚啊 但如果你去看交易的部分 交易的部分整个都是零点几 所以后面我觉得大家 如果买的时候你去挂的话 一定要想清楚哦 我不知道你要挂多少以下 才不会有问题啊 那这个地方它应该市场上 最低价基本上是3.2 3个eath左右哦 3个eath左右 你看3个eath点进去 哎 你看3个eath点进去是什么 sell 12天以前卖0.168 12天以前卖0.1几啊 它现在卖3啊 这等于是卖20倍 20倍啊 现在是3.2 是现在是3.2 后面我觉得有一点点 不知道什么有问题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 或者是知道朋友 在我们下面留言啊 好不好 我们朋友讲说他挂单 好像要挂多少以上 才不会被被burn 那如果你看他整个 YouTube的部分 他又推的啊 我们来看他推的部分 推的这边是三万两千多人 那你看他后面 其实他真的有点像郭伟 就他有个感觉啊 他画风 以及在community 这个感觉就是有点像郭伟 那我们当初你看 这个是啊 6月30号 ByBenet AlphaCore 6月第五档 第五集 那Wizard什么时候 可以变成像哥哥不理 我这时候讲的时候 我要讲什么 我在讲Campus Campus当初出来 0.289 我带大家看看Campus 还看什么 我带大家看Campus之外 看什么 你还看这个数量 我还看这个数量 成交数量 成交数量稍微往下 我说稍微往下 这边有机会突破 往上走 你看结果呢 结果我们这拍的时候 这边就0.3了 然后你看后面 后面很多大牢 买一千个 对不对 然后一百多个 几百个 几百个这样买 再来第二个讲 TigerBob吧 TigerBob现在是2.19 你看最早 他们发出来的时候 其实他当初发出来 是2.3 如果没记错的话 当初他的地板 应该是1.1 就1.9到2之间 1.9到2之间 是他的地板 他地板这个地方 盘盘盘 最低得到1.2 那一直盘一直盘 没什么量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昨天24 今天26 有点问题 之前每天都是各位数 这两天 就是7月12号 跟7月10号 两天24跟26 他一共也才一千个而已 他的owner不多 然后这个整个地板 如果你看这个地方 如果超越2.2 这我觉得超越2.2 有机会就往上喷 现在是2.19 2.19这个地方 他可能拉回来 整理一下 直接往上走 你看我们最早 什么时候 我怎么时候讲的 TigerBob讲过两次 第一次 5月份即将爆发NFT No.1 第二次 在 5月初的时候 被跟大家讲说 这TigerBob直接10倍 第一个 你看就这个 5月份即将爆发NFT 4月23号 再来呢 再来就这个 TigerBob直接10倍啊 有没有 人家问我说这项目去哪里找啊 直接10倍 这什么 5月29号啊 5月29号是他发出来 隔两天啊 5月29号当天发出来 当天我就跟大家讲了 2.39 有没有 5月29号发出来当天 如果他 我记得命的时候是 好像0.2 命好像0.2 所以你发出来基本上就10倍 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这个video讲说 一发出来就10倍 如果没记住他 命好像0.2 顺便大家大家看一下 这个他的 Twitter 他推的里面 他们跟Mumber关系非常好啊 你看他们这边 就是TigerBob 他们后面应该 再来 我估计Mumber会跟他们 有一些活动吧 不然的话 应该TigerBob也不会动 再跟大家讲 那个Japanese Board 然后App 这个项目其实蛮有趣的 当初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像是 Mimi 有点像是Mimi的一个项目啊 想不到他竟然给他做成功 现在1.3 你看他基本上是无聊猴 但无聊猴 他把他的无聊猴的帽子 变成什么 变成斗力 变成日本 这个阿兵哥 日本这个战国时代兵的帽子 甚至 小叮当的竹丁琴 日本军官的帽子 甚至这些 图子啊 然后含草啊 帽子 这就是日本风格 日本风格 他把无聊猴变成日本风格 但是他其实本身还是无聊猴 他名字叫做 Japanese Born App Society 你看我们最早是什么时候讲的 5月26 5月26那时候在Twitter的时候 我们就讲 5月26你可以看他的价格 5月26是多少 0.2025 0.2025 所以是0.2 0.2到现在这个是1.3 他这个地方高度多少 0.5 他是地方突破高点 在7月7号突破高点之后 7月12号有个91个Train 然后把价格突破 一个Ease之后 现在是1.3 我觉得这个机 有机会往上走 因为这个高点是0.5 你看他突破高点0.5之后 0.5回来回调 回来碰 所以这个其实起涨是在7月7号就起涨 7月7号就突破了 来到6.9 0.69 然后回来碰0.53 然后只有就往上走 这个项目 你看这个就是蓝筹的 这个有点像蓝筹的那种感觉 这个图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个图非常非常的漂亮 最佳的进场点 其实就是再回来 拉回来这个7月9号 因为这根等于是一个大量的确认 今天 昨天又有根大量确认 7月12号再次确认 所以我觉得这个 Japanese sport community有机会 你看我们最早是在5月26号讲 我们跟大家讲5月26号 就跟我讲 推理的时候讲到这个项目 我当初跟他讲说是秘密的 但是看起来蛮有意思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样看Peter的YouTube 然后赚钱 不是说PeterYouTube都是随便乱讲的 有时候我找到一些项目 基本上第一时间你看觉得这些项目没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时间过了 过一段时间再回来看 这项目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来给你加值关注推理 加入discord 订阅订阅订阅 订阅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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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Cheers Bye Bye